甜甜的肥是谁做的 抠口家 烧雪葱 哈喽大家好 我是SH48 听门的烧雪葱 感谢大家来看萧英姐的生日公演 谢谢大家 烧雪葱 愿作地植物 万里龙峡春秋 若如你的圆草 走外步步何求 烧雪葱 祝你身体多喝热水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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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 说到萧英姐 我和萧英姐在前一段时间 终于有一点 交流了 不只是单纯的 金钱关系 就是我们 有一次去吃饭的时候 萧英姐很喜欢照顾人 他总是先帮我们一起附了 就在小事小事 前辈 如果不要我的钱 那就更好了 然后一次的时候 突然发现 我和萧英姐 我没有加上她新的微信 对 然后当时呢 就加上了微信 终于加上了微信 然后 转了个账 对 就是非常单纯的 金钱关系 从来没有聊过天 然后上面是移转账 然后移收账 对 然后呢 然后就是刚才听了很多 前辈讲和萧英姐的光辉事迹 不光辉 不光辉 你还是不要经历的好 没有没有 就是我就特别庆幸我和萧英姐 没有 我就特别庆幸我和萧英姐 我就特别庆幸我和萧英姐 只是单纯的就是喝过水果茶的关系 对 没有和你喝过其他东西 是是是 小孩子还是不要太快的长大 对对对 然后萧英姐她平时就真的很喜欢照顾我们这些小后辈 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智商不太够用 虽然你就是很竭尽全力想去照顾我们 刚跑了 很竭尽全力 但是真的有的时候就感觉萧英姐就是 这种漂亮 一般漂亮女人都会有一点蠢嘛 对 这个是承认还是不承认 特梗了 这边刚夸成这样 然后这边就看见我 你说没事 然后我知道你不会在意的 然后上次和萧英姐一起去那个机场的时候 我们两个一起就是点菜嘛 然后当时就是那个店家 就突然看着我们两个 然后就愣住了 对 对 一开始我还以为她是被我们两个美到了 然后后来她来了一句 哎 两个是双胞胎吗 哎 真的是哦 天下美女一个样 对 这句话总没有错的 对 就是我当时和萧英姐还两个人面面相去 对 然后我想 哎 原来我和你像吗 像吗 对 然后后来就突然想通了一个道理 就是美女嘛 总是长得都有点像的 是这样没错的 对 然后 然后最后呢就是祝萧英姐今天的生日公演能够顺顺利利的 Thank you 然后希望萧英姐能够越来越漂亮 谢谢 然后 萧英姐唱歌跳舞 然后身材都非常棒 然后是我要学习的榜样 哎 没有没有啦 哎呀 哎呀 不要谦虚嘛 嗯 然后就希望萧英姐能够越来越好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喜欢萧英姐 一直支持她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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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